先生在这个工作方面面对很多的压力 那当时心想要是先生可以换一份轻松自在的工作 那该有多好 在做这个太阳里面转运法的时候呢 打来一通电话 那对方就问先生要不要换工作 那我是Joanne来自马来西亚的槟城 感恩导师教导了我们这么棒的太阳里面转运法 在使做了太阳里面转运法之后 接收到太阳公公满满的爱 还有好多大大小小的礼物 先生在这个工作方面面对很多的压力 那当时心想要是先生可以换一份轻松自在的工作 那该有多好 但是呢现在是到低迷的情况下 要找一份好的工作确实是不容易 因此在做这个太阳里面转运法的时候 恭请太阳公公的加持与祝福 希望先生可以找到一份轻松的工作 那真的很感恩 几天之后先生就接到 以为十多年来都没有见面 而且也好久都没有联络的这个老朋友 打来一通电话 那对方呢就问先生要不要换工作 他说他目前这家公司工作很轻松 目前公司呢是要请人的 实听了真的是觉得太棒了 太阳公公真的听到了Joanne的声音 这样啊 人生透过这个应证之后呢 也顺利的获得这份工作 而且呢在薪水上也有了很好的调整 做了太阳里面转运法之后呢 不只是自己受益 那家人也受益其中 还有呢有一天啊 妈妈呢就发现到他有一张重要的文件不见了 那他早遍家里的这些土柜啊抽地 而且找了好多天啊 就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重要的文件哦 妈妈是越找越心急啊 因为呢再多两天哦就要用到那个文件了 那妈妈呢就啊说啊 这几天他找这个文件找到好累好累哦 那当时听了就感觉到很无奈啊 因为妈妈住在吉隆坡那祖安住在槟城 没有办法马上过去帮他找 那当下呢就灵机一动啊 想到就邀请妈妈呢 起来做这个太阳里面转运法 供请太阳公公的祝福和指引哦 让妈妈可以尽快的找到该文件 那就这样哦 妈在做了这个太阳里面转运法的第二天 就找到了文件了 她很开心的马上打电话来 告知这个好消息哦 她说啊文件是在房间的抽屉里面找到的 那就在做了跟太阳公公做沟通之后 第二天她一进入屋子里的时候呢 海里就出现了灵感 那去这个房间的那个抽屉再找 当时妈妈心中还在想哦 那个抽屉已经找了这么多遍啊 那当时也是因为这个灵感的出现 而让她呢想要再去找一次 那果真呢就在这个抽屉里找到了这个文件 妈妈也感觉到真的好奇妙哦 那只要愿意打开新门 简单的听话照做很快的 下一位的天地新宠儿就是您了 那么多第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